那強行下來就會形成一個正向循環 就代表說你會越學越輕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芳妮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從科學的角度上來看 你英文應該同時學習兩個語言呢? 我相信很多看我的頻道的朋友呢 都是在學日文的同學 那在學日文之前呢 很多人在學校教育就已經學過英文了 所以通常學這個日文 會對你們來說是第二個外語 也就是加上你本身的母語的話呢 會是你的第三個語言 那很多人在學第三個語言的時候 包含我自己就會覺得說 好像日文跟英文有點打架啊 是不是不太適合同時學兩個不同的語言呢? 那前陣子我剛好看到了一些相關的論文研究 我覺得實在是太有趣了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在很多科學家他們研究 人們到底適不適合同時學習兩個語言的相關的實驗結果 還有我自己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還有綜合這些實驗結果 所做的一些學習上面的建議 也會放在影片的後半段 那這些不論是理論啊 或者是我的學習方法 它會是學習任何語言都會相對通用的一些方法跟理論哦 如果你對於這樣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看下去吧 好首先我們先從常見的迷思開始看 就是語言到底會不會彼此互相干擾呢? 在我教日文這麼多年以來啊 我遇過很多同學都跑來跟我講說 老是不是學了日文之後有時候講話 會不小心跑出日文 或者是相反的我想要講 日文的時候跑出英文甚至台語 這種狀況是不是因為語言他們彼此 是有點不相容會互相干擾的呢? 這件事情呢 科學家已經去做過研究了 他們得出來的結論呢 就是沒錯語言真的會互相干擾 但是它是鑽石性的 並不會影響到長期的語言學習 研究顯示哦 語言干擾不只會出現在兩個外語上面 有時候呢 也會出現在我們自己的無語上面 那這樣子的干擾是雙向的話 我們已知的語言會干擾到新學習的語言 所以我們講英文或者是講日文 可能會出現台式口音 那反過來我們新學習的語言 也會干擾到我們本身已知的語言 比如說新學習的日文之後 在講中文的時候 忽然明明一個絕對記得的字 卻忽然講不出來 這樣子呢 就是語言彼此干擾的狀況 所以科學家的立場是表示說 語言其實是在我們腦內 他們是會互相互動的哦 但是剛剛提過 這樣子的現象都是暫時的 在剛開始學一個新的語言的時候呢 這樣子的現象可能會很多 或者是讓你很困擾 但是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它就會自然的減少或者是消失 那長期來說呢 多個語言不僅是能夠併存在我們的腦中 同時或者是先後去學習不同的外語 甚至是可以幫助我們語言越學越容易的哦 沒錯你沒有聽錯 同時學習多個外語 竟然會比一次只學一個外語還要來的簡單 這件事情呢真的是就是 很衝破我們的想像 對嗎 在一個針對72位中文母語大學生的實驗當中 他們翻新了34位主修英語的同學 和38位同時主修英語以及俄語的同學 兩組同學每週都學習英語8個小時 並且每三週測試一次他們的英語寫作能力 這個研究很有趣的是 他們當初的研究動機其實是想要證實 同時學習兩個外語會降低學習表現 但是實驗結果出來的時候 他們反而發現這兩組的同學 他們在英文能力上面是沒有顯著的差異的 甚至雙主修的同學們 他們在某些項目上面的表現 還微微的優於這個單主修 單主修 項目的同學 所以從這個實驗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說 同時學習兩個語言是真的可行 而且不會影響到學習成效的 那當然這個實驗是非常理論 然後非常理想的 我們如果不是大學生 每天下班之後只有三個小時可以進行學習的話 當然可能實際的成果就會跟這個實驗不太一樣 我在影片的後半也會分享 我覺得比較實際比較可行的做法 那在語言學習界呢 其實對於同時學習兩個外語的研究還是比較少的 大部分的研究呢都是針對先後學習兩個外語的研究 這個研究其實從1990年就開始有人在做了 那多個實驗的結果都發現 不論我們的受試者他們學習的是什麼語言 已經有學過第一個外語的人呢 在學習第二個外語的時候 他的學習速度跟成果都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學得比較好呢? 幾個學界現在比較有共識的可能原因 會覺得說因為曾經學過外語的人 他們對於自己的學習能力比較有自信 對於語言的使用有更具體的了解 擁有更大的工作記憶 最後是他們會使用較有效 而且更熟練的學習方法 這四個原因呢 就會讓你曾經有學過別的外語的同學 在學一個新的語言的時候 可以學得更快要更好哦 那在這四個原因裡面呢 我覺得前三個應該算是你比較沒有辦法自己去掌握的 它有點像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 但是第四個這個學習方法呢 你倒是可以從很多YouTube影片呢 其他的前人的智慧裡面去擷取一些經驗 算是這四個因素裡面 我覺得最可控制的一個部分 所以今天呢就想要在這個影片裡面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學習各個語言到現在 還有我自己當日文老師教了這麼多學生 我覺得通用在大家身上都有效的學習方法 那就是語言學習要切成三個階段 分別是學習運用技能化 以學騎腳下車來舉例可能會比較具體一點哦 第一個階段就是你聽別人跟你講說 你要坐上去你要怎麼騎啊 要保持平衡轉彎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這些呢就是屬於你學習這個 這個繼續理論的部分 那接下來你就要坐上去運用啦 實際坐上腳下車之後呢 你要自己去運用 把你剛剛學到的東西實際的執行在你的身體上面 然後可能會摔個幾次 那一段時間之後你就學會了嘛 但是剛學會的時候是不是你還需要熟練 可能你剛開始騎的時候還會緊張 你要能夠達到台大學生邊撐傘邊騎腳下車的時候呢 就是代表說這個騎腳下車這件事情已經被你技能化了 那在學習語言的時候呢 我發現最關鍵的就是要如何讓你的語言知識 可以快速的跑完學習運用技能化的這三個階段 首先你要加速從學習到運用的這個階段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嘛 就是大家都說了 學了就要多用 語言就是要多講 沒錯 你要從學習到運用呢 主要就是你要開口去講 用文字去寫 那你們都非常了解我 你們知道我一定是最主推口說的 那初學階段的口說練習 我會建議你走有聲朗讀或者是錄音日記 有聲朗讀顧名思義就是把課本念出來 這我已經在各個影片都已經講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我覺得默讀跟有聲朗讀它可以達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完全不是單獨訓練你的口部肌肉這麼簡單的事情而已 我覺得很神奇的事情是 我觀察學生們他們在做有聲朗讀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理解這個句子才有辦法讀得出來讀得順 所以他們在有聲朗讀的時候 會發現很多他之前沒有注意到的自己對於這個句子的疑點 所以他在朗讀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就會有問題要問老師 他可能就會有要理解這個句子的更深一步的動作 那長期下來呢就會導致他的這個學習速度 跟他對於文法單字的理解比沒有做有聲朗讀的班級好非常非常的多 這件事情我在教學的時候呢已經明確的完全的證實了 我就覺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做有聲朗讀這個練習 那當你對於文法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去做錄音日記 錄音日記最大的練習重點呢就是你要去組建 你要講的你想講的這些句子 但是呢又不會像實際對話那樣子有那麼緊張的時間限制那個對話的緊張感 不會錄音的時候就只有你跟你自己 所以你就可以呢好好的去把你的單字文法落實到你每個句子裡面 那你一個句子沒講好 或者你覺得有點詞乎答義講的不順 你可以重講好多次 這樣的練習呢就可以很好的幫助你把你學到的日文 從第一階段的學習轉移到第二階段的運用哦 那再跟進階之後呢我就推薦大家可以找真正的母語者來進行對話練習了 那在初期的對話呢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找你自己有興趣或者是熟悉的領域去聊 因為如果你是聊一個就是天文學這個東西呢我用中文講也講不太出來 你相對的一定就是會覺得比較困難 例如我自己在練習英文對話的時候我就蠻喜歡找有在學日文或者是住在日本的老師 跟他們去聊這些我比較熟悉的領域 就會覺得一開始的對話進行的比較順利 我的妻子是日本的 哦!哇! 那是為什麼? 那是原因嗎? 嗯... 那當然是... 那是原因 哦!那是原因嗎? 那這邊的練習訣竅呢我會推薦大家同一個主題可以跟不同的老師多聊幾次 這樣做可以達到重複練習的效果齁 你可以去觀察說母語者在聽到你講的單字和文法的時候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有沒有第一次就聽懂他會不會需要重複跟你確認 他在跟你確認的時候他使用的是哪些單字和句子 像我就蠻喜歡去把他們在確認的時候 複數我講的話的時候使用的這些單字句子去記起來 偷偷學起來 那在下一次我跟不同的老師聊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就會去使用看看上一個老師那邊學到的單字 那幾次之後我同樣的這個內容就會被認識的非常的母語非常的道地 例如我最近在練習托福口說也是使用一模一樣的方式 我使用的平台是Cambly他們上面會有已經準備好的托福口說的題目 那我自己的習慣呢是跟這個老師練完之後呢 講過第一次得到老師的建議我會跟同一個老師再講第二次 然後再看情況去跟第二個老師約 然後再練同一個題目 但是我比較喜歡在外面工作 我還有兩種原因 首先,在外面工作我沒有必須對不同的風格 所以如果太熱了我可以加上AC 而如果太冷了我會在辦公室的地方 我會在辦公室的地方放鬆 我把這種練習方法呢自稱為現學現賣法 因為自己有先講過一次之後再得到母語酒的意見 就會更知道說原來我缺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字 那我覺得就比較對症下藥一點 那如果你也想要知道自己的英文口說上面有哪些漏洞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Cambly上面做一個能力測試 你可以使用我的推薦碼 或者是直接點擊我放在該要來那邊的網址 就可以用29塊台幣的價格 線上進行一堂30分鐘的英文能力測試 那這個能力測試的老師 你是可以自己選的 現在Cambly上面大概有45000位 以英文為母語的老師 你也可以像我剛剛講的那樣子去看到他們的簡介上面 有沒有符合你的興趣或者他們的學經歷的背景 而且另外我覺得蠻方便的是他們24小時都會有外需在線 所以不論是你想要練習早起啊 或者是你如果你是一個夜貓子的話 都可以有老師可以陪你上課 那Cambly他們現在也有提供 如果你完成這個線上的能力測試之後呢 你就可以解鎖額外15分鐘的課程 後續你有想要付費上課的話呢 也可以享有最高五折的折扣 但是還是要很認真的提醒大家 口說練習最重要的還是持續 就像我剛剛講的台納學生 撐傘騎腳踏車 這一定也是從他第一次學會騎腳踏車 經過了日積月累的重複騎乘 才達到的這樣子的里程碑喔 那在這個將知識轉為技能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雖然會比較耗費心力一點 但是我覺得絕對是值得的喔 研究也顯示說 一旦這個語言曾經一度成為你的技能 你就不會再將那遺忘 也就是說即使你後來學了新的語言 而且你一段時間都沒有再使用這個舊的語言 他也不會排擠到這個曾經經常使用的語言喔 我們的腦內呢 是有辦法各自儲存這些語言的 那將更多的單字跟文法 從這個運用 移轉到這個技能化的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他能夠幫助我們去精通這個語言 我們的腦在運作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做工作記憶 這個工作記憶呢 其實就是以前我們所認知的短期記憶 但是後來新的理論出來呢 覺得他更適合被稱作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這是什麼東西呢 工作記憶呢 有點像是我們腦內的暫存區 他同時需要提供我們 記憶 理解 回想 等等的腦內活動 這個工作記憶被認為是固定的 那這些不同的認知行為 就會需要去瓜分這個工作記憶的容量 舉例來說 如果你在使用外文講話的時候 需要一直去回想之前背過的單字和文法的話 你的這個回想行為 瓜分到太多工作記憶的容量 所以你的理解跟思考能力就會下降 這有點像是我們在聽那個聽歷考試的時候 你會不會發現當你很認真要聽出每個字 每個字是什麼 然後要把他努力想起來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就會聽不出整個文章的大意跟脈絡 他同時也會影響到你的記憶能力齁 在那個當下當你的工作記憶已經是沒有什麼容量了 其實你就很難去接收這些新的記憶 更不用說把它轉化為你的長期記憶了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有越來越多的這個語言知識 都已經被技能化 他就已經進入了一個自動運轉模式 你就不需要這麼多回想的這個暫存容量 也就解放了更多工作記憶的空間 給理解和記憶 那就代表了你更有機會去注意到這個對話裡面 新出現的單字和用法 也更有機會可以把它們記起來 那長期下來就會形成一個正向循環 就代表說你會越學越輕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學語言的時候 都會覺得前期很痛苦幾乎零成長 但是後期就很像指數型的快速增長這樣子 很像那個叫什麼 負力效果這樣子的意思 那講到這邊大家應該也注意到 工作記憶其實是我們在學習語言上面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 那我最近也有讀到一個很有趣的論文 它的內容是說 學習第二個外語 竟然可以幫助我們擴大我們的工作記憶 回到影片開頭的部分講到的 學習第二個外語會比學第一個容易 的四個原因之中 其中一個就是因為工作記憶變大了 也就是說我們除了變得更擅長學習之外 也變得更聰明了 好那講了這麼多學習兩個外語的好處 還是必須要來講一下一些現實面的東西 剛剛有講過齁 在實驗上面是看到 同時學習兩個外語呢 它不但是可以成立 而且學習的效果成果 還會微微的比同時只學習一個語言來的好一點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學習外語的時候 除了腦部能力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資源需要考慮 它分成內在資源跟外在資源 內在資源像是我們剛剛講到的認知能力之外 還有我們的意願 我們的動機 還有我們的背景知識等等 那外在資源的話 就有我們可以用的時間 我們的學習工具 還有我們的外部環境等等 那在所有這些資源當中 研究也顯示說個人動機 跟你跟這個語言的接觸時間 是會最最最大的影響到你的學習成果的 那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呢 學習動機這個東西 很大部分會受到你當時沉迷的東西影響 像比如說我的朋友莫陽 他很沉迷於韓團 也同時很沉迷於動畫 但是他一定會有時期上面的差異嘛 最近特別喜歡韓團 就看很多韓國相關的東西 那最近又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新翻 就看很多動畫相關的東西 他一定會有這個時期特別特別喜歡的東西 那如果這個時期要特別喜歡的是韓國的東西 他的韓文的學習動機就會比較強 那如果他同時沒有那麼沉迷於日文的動漫的話呢 他的日文學習動機很有可能就會降低喔 那除非他興趣真的兩邊都很強烈 都同時很喜歡他的這個個人動機 就比較不會有彼此爭奪的狀況 那接觸時間也是很類似的 你很沉迷你就會一直接觸嘛 一直接觸就會學的比較好 所以其實呢我們在教學路上也看到 最最最學得最好的同學 就是他對於這個預言 相關的內容有一個狂熱 不管是學日文的人喜歡看動畫 或者是學韓文的人喜歡追星啊等等的 這些都是同時可以達到 學習動機跟接觸時間兩邊同時提高 進而提高到學習成果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所以以我個人學習跟教學的經驗呢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把 初期最需要高度動機和大量接觸時間的 這一段初期學習時間給錯開 雖然理論上說兩個外語是可以同時學習的 但是一開始因為學習外語的初期會很容易受挫 而且你要理解特別多的單字和文法 才可以達到一點點的成果 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把這個痛苦的初期給錯開 讓自己可以完全的去沉浸在 去找一個你喜歡的這個語言的內容 把自己完全的栽進去 才會是我覺得在學習這個外語上面最神力的一個方法 那過了這個初期的階段 以日文來說的話可能你過了N3左右的程度 你對於基本的動詞變化 然後基本的單字 你都可以大概理解了之後 我覺得你再去學一個新的語言 不管是英文還是韓文 相對來說就不會那麼的去彼此爭奪資源喔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對你們的學習都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的話 一定要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也記得一定要按讚這次影片訂閱我的頻道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在YouTube演算法上被更多人看到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Tiffany 掰掰 掰掰